凯米台风28号上午在中国大陆湖北减作变成热带低压 但是呢 它的外围云系仍然为许多地区带来暴雨 包括华南 华北 东北都有灾情传出 有些地方还刷新了观测史上藏雨新记录 河南省28号上午就惊传土石流 移动民宿被土石淹没 很不幸的渲人罹难 昨晚 今年第三号台风隔美减作为热带低压 金城在湖北进一步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8点对其停止编号 重创台湾中南部的台风凯米 25号从福建沿海登陆中国后 虽然威力逐渐减弱 仍狭带强风暴雨 为中国各地带来灾情 7月28号的8点18分 衡阳市南粤区寿粤香粤林村 因为山洪引发山底滑坡 造成了一栋一层的民宿被冲倒 河南省28号上午惊传山崩 一栋民宿被土石流冲倒 约有20人受困 救难单位已经调派240多人前往搜救 目前救出的18人中 有12人罹难 6人受伤 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 在自兴市 从7月25号18点至27号17点 当地平均降雨量346.8毫米 突破历史极值 受到凯米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 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刷新观测记录 破记录的降雨让不少乡镇泡在水里 电力跟通讯中断 连外道路也被土石切断 当局连夜派人抢修 这条这个乡村路上 已经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水 这个积水的长度呢 大概有六七百米 最深的位置 刚才我们涉水过去的时候 它的深度呢 可以达到了半米以上 东北华北等地也降下强降雨 辽宁临海村有村庄连外道路 惨遭水淹 山东寿光市区车道更直接变水道 吉林省气象台则警告 当地降水可能持续到31号 提醒民众注意地质灾害 乌链这边